所以你們開車的時候 助理在幹嘛呢 他們在... 他們在敲別人的通告 漢典是不是 漢典 對 明天 漢典 南京 但是我會去 對 郭哥 不好意思 那個我下個禮拜 兩天在南京 然後剛好回來一天 然後可能也看不到你 然後第三天就去那個聖養 大位 你真的有做這種事嗎 你坐在郭哥的車上 然後在接洽成漢典的事情 我在郭哥的車上 我要一直講話 是因為我怕郭哥睡著 因為開車的人被吵 但是人家跟郭哥聊天啊 我們一直聊天 然後聊聊電話來了 總是要接一下 然後我希望是 電話內容是漢典的工作嗎 陳漢典什麼 有些... 對 生他一些工作 你這樣... 你這樣郭哥做何感想 就是說好像他都... 電話都不會有接下他的事情 就會接下陳漢典的事情 陳漢典的事情就用電話 像郭哥我們就用當面講 什麼 郭哥的事情是重要的 是哪個單位是會 講清楚啊... 不過陳漢典 他現在接陳漢典的電話的次數 比接你...接下你的事情 應該有五倍以上 真的假的 所以你心裡有不爽嗎 想說好啊 現在都去顧陳漢典嗎 這個怎麼講 因為公司分派只有他一個 一個要照顧我們兩個 那我沒有事情的話 他當然照顧他 可是你很大牌 你當然可以說 我要一個專屬的人啊 以你為主啊 以我為主 當然啊 你是老藝人啊 你是一顆耶 不是 你是一顆耶 不是 我不會公司一顆耶 我總覺得我的事情 如果助理在旁邊的話呢 我總覺得好像耽誤他們的時間